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聚能的外门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台iPhone X 花瓶不进系统的故障维修 我们拿到机器的时候第一时间从它的主石中入手 因为在以往的维修经验它的主石中也会导致这个花瓶不进系统的 然后我们在测量主石中的频率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考虑它的GPU的电路 在我们测量GPU的电路的时候发现它的GPU是接地的 然后根据它的维修室它是分过层的 然后是怀疑它是在分层的时候温度过高 或者安装的时候温度过高 导致这一个GPU的电路在CPU内部短路 然后把CPU拆下来之后测量这个GPU的电路 它的组织就回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的CPU重新安装 安装完成CPU之后我们就用这个iPhone X的测试架来测试它的功能是否正常 然后装上测试架的时候我们就测试这个机器是正常运行的了 然后我们在直锡 再把上下层安装回去 然后测试它的功能 好就再为您转回本期号码归书记一样 然后这个故障就解决了 其实在我们在维修这一个iPhone X的时候 我们要控制好这一个温度 分层的时候和安装的时候都要控制好这一个温度 不然的话很容易会导致它的电路会短路 或者是它通路上面的电容会虚焊 导致更多的故障 这一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看更多的维修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巨龙维修学院 下一个视频再见